解行并重就像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 缺一不可 佛教的经典 不是教人用来当作学术研究的 而是教导我们修行 有多少行持 才能对经典理解多少 有了修行的体验 才能理解佛经里 每句话的真意 中文的佛经 从泛文译成中文时 都是由有修行的 三上法师来主持 现在的人 对佛学有研究而无修持 理解出来的东西 当然不会很好 无法充实佛教会命 随于学佛需要体验 我们在练诵这些经典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很陌生的时候 反而还比较有办法专注 那当我们背着滚瓜烂熟的时候 可能就嘴巴在练 然后心思不知道跑到哪边去 这样子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那如果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形态 来做一种自我的训练 宋经很多人也会产生一头雾水认为说 我们是送给佛菩萨听吗 还是送给谁听呢 然后自己在送的人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那到底是有什么作用性呢 其实我们当下在做佛菩萨在送经的时候 它是自我约束让整个自己的整个的身心灵 完全融入到这样一个当中的时候去感受 所以在当下不一定要求理解 一般人我们会认为说都是要用理解 逻辑思考的方式才是对的 其实这个是错的 等等 这个是错的 所谓有解无形增长邪见 有形无解增长愚痴 发证道理 手中证件 然后引发证形 证件是解心 证形则是实践的行门 解心并重 如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 缺一不可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